最近低温不斷提醒大家使用电气保暖要格外当心 在嘉义就有这么一个案例 有78岁的妇人在睡觉的时候 把除湿机当成电暖器使用 因为吹出来是热风 结果故障走火 整个房间浓烟密布 在二楼睡觉的儿子跟媳妇 当时闻到烧焦味 立刻惊醒前往查看 但是呢妈妈已经昏迷 虽然立刻松衣抢救 但是还是宣告不治 除湿机故障起火 老妇人睡梦中呛伤身亡 嘉义是一名78岁的老妇人 25号晚间因为天气冷 以此将除湿机当作暖气 放在床尾保暖 不要深夜除湿机突然起火燃烧 住在二楼的儿子媳妇闻到烧焦味 只见母亲房间内窜出浓烟 而妇人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两人立刻将她送衣 但经过抢救人宣告不治 它是电机座还是竹机 应该是竹机 电线装过来讲的话 一般是那个插孔 应该会先刮箱 可是她的不是 因为除湿机起火 妇人在睡梦中离世 电机康表示 类似的案件并不常见 不过民众还是要避免 使用除湿机取暖 收起来不是压缩机 那个运动系统的问题 大概都是控制板的问题 所以也是不适合拿来当作 当作电暖器 没啥适合 我觉得是没适合 电机康提醒许多除湿机 机型没有内建过热断电功能 因此要保暖最好还是要使用正规的电暖器 以免因为机器故障引发灾害 记者家易送和报道